这是我见过的最正义凛然的渣男 面对着貌美如花的美人鱼鹰鹰 他举着手中的长枪 想都不想的去下毒手 只是因为人鱼具有魅惑之术 这是什么鬼逻辑 难道因为刀能切伤手 大家都不能用刀了 这个美人鱼反而不躲不避 一副认他杀的样子 这就更让人想不明白了 一切是因为当年少时 小美人鱼在海上和这个叫陈真的人 彼此在海上对视了一遍 当时的陈真也是个小孩子 举着手中的千里眼 看到了美人鱼鹰鹰 他在大船上 船上的人是陈真的父辈 刚刚血洗了雾岛上的美人鱼 小美人鱼鹰鹰是漏网之鱼 为了报恩 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着陈真的生活 看到陈真在妻子遇害后发疯的样子 他很心疼 就现身出来想安慰陈真 却让陈真固执地认为 这都是美人鱼的错 他们陈家百年来不知道杀了多少美人鱼 大量的海怪被抓住 都被送到了海牢里 被一个叫做名护卫的狠辣家伙 负责看管者 他没事就喜欢折磨那些海怪 这个严重嫉妒陈真 年纪轻轻就世袭将军头衔的变态 现在的陈真 为了找到杀害妻子的凶手 已经近乎失去理智了 手上拿着现场发现了一个红色鳞片 就认定一切都是美人鱼所为 美人鱼鹰鹰却平静地告诉他 虽然恨陈家 却无杀心 陈真不信 这个美人鱼被残忍地拖着在地上走 头上被套上了玉娇人的玉龙尺 鹰鹰无法再行变化之术 每动一下就头疼欲裂 在这种情形下 他还想护着陈真 要知道他头上的这个玉龙尺 是被陈真给他带上去的 陈真看上去像是被逼的 就因为陈家百年庆典在即 此时将陈家的匾额收了起来 以此为要挟 要陈真一定要抓住美人鱼 不然庆典上没有这皇上赤的牌匾 成何体统 印度的名户卫出了一石二鸟的阻击 明面上是他和玉娇人 一起撞破了陈真和美人鱼的私会 发生了冲突 美人鱼鹰鹰中了名户卫的剑 被陈真放走了 陈真和名户卫 玉娇人展开了厮杀 奈何在他们两人联手之下 陈真被擒 在刺史面前他说不清了 明面上说 为了维护陈家百年镇海的声誉 刺史统一了名户卫建议的 要陈真做诱饵 引出美人鱼鹰鹰以正清白 陈真也没有反对 他就被绑在了海边的柱子上 士兵们用力拉着 绑着他的绳子 左右护拉 要活活勒死他 直到他昏死过去 又由恶人们假扮百姓 冲向陈真 用短刃将陈真刺的血肉模糊 鹰鹰实在看不下去 如果再不救陈真 陈真只能被活活捅死 这就是名户卫的狠毒之处 鹰鹰现身救了陈真 还一牺牲掉自己的一片鳞片 才救活了陈真 伤好后的陈真 不但不表示感谢 还表现着自己的各种不忍纠结 鹰鹰知道陈真的愚衷 甘愿被陈真抓住 被打入了海牢 陈真去找刺史要牌匾时 刺史大人冲而不吻 我救你性命 专头 你却要刺破我的心脏 虽然陈真看似一脸的正义凛然 还是举起了手中的长枪 反观鹰鹰呢 反而规劝陈真 朝着他的胸口刺下去吧 刺史大人在这之前告诉他了 之所以他们陈家 百年来能蒙受黄恩 就因为只有他们家传的梨花枪 才能刺穿美人鱼的护心灵 由此就能得到美容养颜的美人类 美人鱼鹰鹰是单纯的 为了报答 当年陈真发现了自己 没有举报自己 让自己逃过一劫 现在就是他以命相报了 他还说陈真是好人 他不会怨恨他的 刺史大人却煽风点火的说 你还要不要你们陈家的牌匾 百年的牌匾上面 是多少美人鱼的血泪 只为了皇帝的一击之思 陈家就成了刺子手 陈真纵然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还是对着鹰鹰刺了下去 美人泪出如梦似幻 如花似玉 鹰鹰的面容是凄美的 也开始模糊了 眼神里有悲伤 有爱恋 就是没有恨意 上课百年震海的牌匾 终于被送回来了 陈真终于如愿了 可这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这块木板 他心中已经没有了底线 他疯了 失魂落魄的夹着牌匾 走在院子里 一箭破空而来 左右贯通了陈真的头颅 他倒地 死不瞑目